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财经报道 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国外汇市场情绪以及市场主体行为 更加理性和平稳 在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 中国国际收支总体形势还是稳定可控的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5月份经贸摩擦升级以后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和贬值预期 都低于去年下半年 银行结社会月均逆差 较2018年下半年月均逆差收窄44% 银行贷客涉外收付款月均逆差 也较2018年下半年月均逆差收窄38%